大家好 欢迎到爱妈咪的频道 上集我们提到玄奘大师遇到王翔的相助而快速地通过了四个关口 并跳过第五个关口 玄奘大师即将横跃默赫延契 最终到达一五国境 默赫延契就是俗称的刘沙河 在唐朝以前叫沙河 位于罗布伯和玉门关之间 现称哈顺戈壁 唐朝时此处以西皆称为玉西 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西域的起点 在那里上无飞鸟 下无走兽 十几一片 在流沙河中西域记的原著曾经写道 八百流沙界 三千落水深 额毛飘不起 卢花定底沉 也就是说流沙河里全是落水 这落水最大的特点就是任何东西都浮不起来 哪怕是额毛和卢花 即便神仙也无法借由仙力漂浮水面度过 在大唐西域记里 玄奘大师曾提到他苦渡流沙河的艰难 这回玄奘大师依着指示 备受辛苦超了第五风而走进了八百里的大沙漠 果然大沙漠中连飞鸟走兽都没有 除了唯一的两半这批赤兽的老马以外 只有玄奘大师一人孤单地在这个沙漠上走着 在行这白鱼里的路后 闲障大师挤迷路了 他不但没有寻到野马泉 下马时想要饮水喝 又因为皮囊太重 不小心失手 皮囊掉在沙地里 把这近千里路的行资请到殆尽 又失了路盘 不知走到哪里去好 内心非常的迟疑 于是想要回到第四风 走了斯多里路 又起了一念 我之前发过愿不到天竹国 终不东归一步 今岂能违背初心 宁可救兮而死 于是又掉转了马迹 一心专念观音圣号 再向西北而进 大师一念转静又鼓起勇气前行 到了夜晚便见 魅力举火 闪闪烁烁 有落繁星 一会又惊风四起 沙闪如雨点一般 刮在脸上 虽然如此 心中已坦然毫无畏惧 只苦于皮囊中没有一滴的水 喉间干渴难受 经过了四夜五日 滴水未尽 最后终于连马都握倒在沙中 不能继续前进了 心中嫩嫩默念着观音圣号 虽然困乏不堪 终不舍离 大师只好默默地祈祷着说 闲藏此行 只为无上正法而来 但望菩萨 慈念众生 我以救苦为任务 虽受苦而不愿由 大师心心意念不断地祷告 直至第五夜半 呼起凉风 当接触到身上时 好像冷水淋浴似的 精神为之一震 闲藏大师睁开了双目 赤瘦的老马 也挣扎得起身 这才慢慢地恢复了疲乏 在小睡中 大师梦见了一位护法大神 站在自己的面前 对大师说 为什么不振作起来前进 还躺在那里做什么 大师一惊醒来 即刻前行 一行失礼 老马奔驰不停 好像失了常态 想要制止也不可能 原来前面正是一片草原 于是大师下了座棋 先让老马痛快地 饱餐一顿嫩绿的青草 去草原石部外 又发现一池清水 澄澈如尽 大师乃就此饮水 才保全了人和马的生命 大师感恩菩萨的慈悲 让他能化险为夷 大师停留了一日 临行前再装取水草 继续前进 经过两天 终于迈出了大沙漠 抵达了一五国境 这就是今日新疆的哈密 在一五国境里 大师又会受到 什么样的待遇 遇到什么样的贵人呢 下一集将有精彩故事的 内容分享 欢迎您持续订阅 按赞和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拜拜